嗨 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来宜家来蹭饭了 突然发现他家也添置了一件新的家电 我们家是索尼的 65的 他家要的是75的 刚让人家装烫的 看看效果 近视效果 这样拍拍不出来感觉 然后电视一打开就能感觉到 超级大 超级清新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试一下 我还不会玩的 就是 好了 打开了 看看是不是很清新 从这种视频里头 你们感觉不到这种大 75的可以想象一下 超级大 这视片是不是很好 超级清晰 75的 这看的效果就不一样 特别有感觉 我觉得这75的已经够可以了 我姨还吵着 这这算大吗 看不出来大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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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家的那个好看 大家看一下细节哈 看这个也是 这样看 你看你看 照不过来 必须照远一点 很大的 看一下整体效果啊 哦妈呀 看一下整体效果 只要站到这个位置看啊 这样 是好一点 这个75的电视我刚才问了一下 买的是 是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 一万五万还是一万马呀 一万三 哦对 一万三 比 比六五的鬼屋前款线 一万三千元哦 还是75的看的气派呀 上次我哥说 去我们家就说 你们65的看的也不大呀 这个75的确实有点大 其实这个距离 咱俩这个距离是 三米多啊 死米多呀 从电视像到沙发像 我把死米死米多 死米多是不是用来起我整好 不整好 死米五到全一全一支外来看的感觉 哦不整好是不是 哈哈 不过这样看的确实很清晰 可能从这个 视频上看不出来这个大 不过确实看的很清晰 很过瘾哦 75的电视一万三千元 比我们家的贵着五千块钱啊 五千块钱家人们 有钱人 不说了 好了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